大家好 我是窩槌湖胡偉聰 現時自身就是曼谷 MBK Center 的外面 這個商場可能你來過很多次 但裏面有些事情可能你會不知道 所以現在帶給大家 20件 MBK Center 裏面 最新或者你不知道的事情 第一件關於 MBK Center 你可能不知道 就是這裡可以免費放行李 免費放兩小時 如果放多幾個小時或一天 多付多少錢就可以 甚至可以送你去機場和酒店 你不知道的 甚至大件的都可以幫到你 第二件你一定不會知道的 就是在 MBK Center 裏面 竟然有給你請佛牌和雙佛牌學 是塑膠的 價錢300匹左右有交易 即整即有 是不是很棒 還有這些鍊買 給你佗佛牌不是金鍊 甚至乎有這些繩子和膠繩都有 全部都是地道的 相當之便宜 於是如果你喜歡佛牌的話 來這裡便可以幫到你了 地點在哪裏正在三樓 鬆一點 Sweet Fashion 裏面最近的這個位置 不少亞洲朋友都喜歡請佛牌 而這裡也有佛牌可以給你請 據稱部分都開了光 至於這位師傅 他手工都相當不錯 一般來說 大概一小時之內 就可以起到貨給你了 而這些鍊 更加價錢超便宜 但佛牌不一定用金鍊 這裏正所謂佛靠金莊 如果佛牌所謂是雙金殼的話 可以來這間金店去雙 你選擇不同的金殼即時做給你 與此同時也有其他金器發售 這裏這麼多位師傅一起開工 可想而知生意多好 即是手工很不錯 剛才提及這裏除了雙佛牌之外 還有其他金器發售 甚至乎一些已經傷了金殼的佛像也有 佛牌金殼的價錢又便宜又貴 舉例如這些 大概4000匹左右有交易 貴一些嗎? 有 這一些大概幾萬匹 因為成份較重 甚至乎再漂亮些 傷了鑽石、珠寶 在後面十幾二十萬匹都有 視乎你自己經濟能力 以及你多喜歡這個佛牌 但無論如何 在這裏即商即有 第四樣 真是想不到 如果在商場中 竟然有得給你紋身 是有一個紋身店嗎? 你一定不會知道 NBK Center 上有一個很有名的紋身店 來自泰國頂級紋身師 Jimmy Wong 第二代幫你製作 舉例如佛印符咒的紋身 製作完是否有化妝 當然沒有 只有樣貌 問來做甚麼? 你別說 有些人看它夠美麗 但亦怕一旦有材料的時候 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這裡就製作給你看 令你美麗 而不需要擔心 亦不需要避忌 又或者你不喜歡泰式的 亦有西式潮流式的給你選擇 無論外國人或本地人 都喜歡來這裏紋身 所以說 這裏商場真是甚麼都有 第五樣是在NBK Center 裏面 有一間影相店 專門來拍古裝相片 化身成為太古人 拍室內的相片也可以 拍室外也沒問題 對呀 這裏有大量的男裝女裝古裝衣服 有專人幫你穿衣服 甚至乎有專人幫你化妝梳頭 相當專業 搞定了更加有專人幫你拍照 拍照師傅還會教你怎樣擺姿勢 若然你不喜歡在這個studio裏面拍 亦都可以租衣服出去外面拍 出去外面拍 連攝影師也可以 不連攝影師都可以 價錢2000泰起有交易 第六樣是NBK Center 裏面 有這間女僕咖啡店 裏面有東西玩 有東西吃 有表演看 都不知道多開心 不需要去日本東京 都可以來NBK 在這裏找到女僕 裏面真是超好玩 員工和顧客們打成一片 之後亦都有再歌再舞 顧客可以欣賞 亦都可以參與 最重要是語眾同目 夠了QT 整個泰國曼谷 只得NBK這裏 才有這部女僕餐廳 請看 這麼多人排隊等吃 當然 這裏在NBK Center 裏面 有間幾乎是全萬屋最划算的製造火鍋 有多便宜 200泰左右 200泰左右都可以吃 所以這麼多人排隊吃東西 這裏還營業到清晨五點鐘 清晨五點鐘 是的 除了這間之外 那邊一辣的店 有些都收到清晨兩點 三點都有 所以三間半夜 來NBK 都可以找到好東西吃 作為第七樣介紹 這個火鍋店一定不可以缺少 因為它在泰國實在太受歡迎 太多分店 而且每間都收很早 很早是凌晨這麼早 包括NBK這間 剛才我那個 收到凌晨五點 第八樣 就是商場裏面 有一間米芝蓮推介的餐廳 就是這間河粉店 雖然是米芝蓮推介 但價錢一點都不貴 原來這間店的品牌 其實在泰國已經有80多年歷史了 這間店最有名的就是魚蛋 是的 連續幾年得到米芝蓮的推介 魚蛋真是爽口大牙 可以說爽口的程度 其他店是沒有得比的 好像最親推出的 除了有魚蛋 魚餃 魚片之外 裡面還有一隻鮑魚 而且有關的魚蛋河粉 還有幾種選擇給大家 無論是乾也好 辣辣也好 總之選擇多多 與此同時更加有 譬如說炸蝦餅 又或者炸雲吞 沙爹等 讓大家除了吃魚蛋河粉之外 還有其他的選擇 第九樣就是二樓松B 這個地方有一間手飾店 手飾店裡除了賣手飾之外 還可以幫你手飾打磨 修理 拋光整美 甚至乎可以細變大 大變細都可以 大家一起看看之前和之後的樣子 一般商場裡的珠寶首飾店 只是負責賣的 而這裏就有這麼多種服務給你選擇 有非常專業和經驗老到的師傅 幫你翻身和修補一些的首飾 第十樣就是油工 想不到在MBK Center裡 竟然有一間油工在五樓之上 於是陪你買完 想要寄回你家時 就可以用它的EMX服務 再不是你有大量的貨物要寄的話 這裏都有其他貨物公司可以幫到你 商場裡有得寄信寄包裹 還要是政府的 又或者民間的都可以幫到你 價錢相當便宜 現在泰國人很流行即買即寄 第十樣包裹你不知道 原來就是商場裡 竟然都可以吃到夜市食的食物 包括鹽燒魚 又或者火山排骨 甚至乎東蔭海鮮 以及龍蝦泰式炒河 樣樣都有在這裏就吃到 你一定不知道 是辣的 是否有什麼味道 是在夜市中 經常見到的火山排骨 還有海鮮桶 海鮮大集會 甚至乎 泰式炒河 不過是龍蝦 龍蝦半泰式炒河 這裏都有 是辣的 但不只想像中那麼辣 可能又吃得了 至於排骨的方面又如何呢 塌了 泰式炒沿了 這些排骨當然要浸這些湯底去吃 排骨本身沒有太大的味道 但加了那些湯底 酸酸的 又有些辣辣的 也挺刺激的 所以相當滋味好吃 大家拍攝得很開心 第十二件事 你一定不會知道 而在UNBK Center 每個月 最後星期四 會有一些免費的表演 就是這些傳統民族表演 大家看表演之餘 還可以和他們拍照打卡 這些充滿民族色彩的傳統表演 不是每個都可以看的 這個商場就有了 定時定後 表演給大家看 大家還可以和他們拍照打卡 對於外國遊客來說 真的沒見過 挺有趣的 第十三件事 你一定不會知道 就是每個月 第一個星期三 和第四星期三 在UNBK Center的下方 都有泰拳比賽 免費給大家欣賞 鐘聲一響 比賽馬上開始 現場觀眾 拿好相機 報足最刺激緊張的一剎 這些是真正的比賽 不是玩玩 亦都不是表演 有真正的拳手 台上一較高下 都挺刺激的 想看泰拳 不用去好遠 亦都不用付錢 在這裏就可以看到 第十四 就是這個商場裡 有間NES VLESS 於是大家在這裏 做按摩 也可以做SPA 都沒有問題 而且做完 就要芒果糯米飯給你吃 我相信附近的商場 都好像沒有NES VLESS 看看價錢 雖然NES VLESS 現在在泰國有很多分店 而且很有名 但價錢也算是十位 讓我來一個泰式按摩 真是舒服到不得了 第十五 你一定不會知道 以前NBK Center 這個位置 正正是一間日本百貨公司 但現在日本百貨公司離開了 變成了甚麼呢 樓上那層是24小時營業的日本超市 而地下這層 就變成了一間生活百貨 裡面賣的東西很便宜 而且還有手信 究竟有多便宜 你看這些廣告牌就知道了 兩折 七、五折都有 真的挺便宜 嘩 泰北咖哩味的朱古力也有 簡直是Amazing Thailand 究竟是甚麼味 買回去試試 很多遊客來到 總會買很多手信 什麼油、物油 什麼乾、物乾 而在NBK Center 下面 at first 的地帶之中 就有這些 買回去做手信 都可以 還有榴槤 此外同場更加有新開的咖啡店 有美味的法式牛角包 也有咖啡給你喝 走到累 在這裡攤頭一下 都挺不錯 十六 想不到在NBK Center 上面 竟然有一個大型的卡拉OK 裡面不單有英文歌、中文歌、日文歌、韓國歌 有很多動漫歌給你唱 而且地方超大、超好玩 有多好玩 你看些顧客就知道了 全部是學生、年輕人 還有女兒、女兒、女兒、女兒 還有飲品、飲品、飲品 可想而知 真的很好玩 地方大到不得了 有部分房間 裡面還有給小朋友玩的設施 價錢方面 學生都來光顧得到 可想而知 貴極有過譜 十七 當年泰國曼谷 第一個商場裡面的Foodcock 原來正正在NBK商場裡面 但現時 這個Foodcock不再叫Foodcock 叫Food Legends 裡面都還有很多東西吃 一起看看 據稱這個檔口已經在了很多年 當然也有一些新檔口加盟 價錢都是幾十匹起有交易 絕對是本地人的價錢 最重要 食物的選擇夠多 這個不是冬瓜中 是西瓜中 真是透新涼 重新裝修過的這個地方 地方更加整潔 而且更加多東西吃 後面有很多人 排長龍 人之中有遊客 又有本地人 可想而知 這裡幾受歡迎 因為這裡的食物 種類都多 舉例有一個 烤菜 即是來自泰北的炸麵 可以放雞腿 亦都可以放豬肉 或者牛肉 亦都有泰式炒河 即是拔堤 亦都有不同種類的鬆棉 任選不生氣 甚至乎有蠔餅 蠔餅 還加了海鮮 香港朋友很喜歡吃的蠔餅 也有泰式的青咖喱 甚至乎泰式的咖喱 還有芒果糯米飯等等 價錢大概60元起 都不算是貴 最重要是方便 你看看 後面那麼多人不光顧 就知道這裡有多受歡迎 快點吃 第十八樣 就是這個商場的七樓 竟然有這個遊戲機中心 裡面有很多遊戲玩 適合一家大小 跟小朋友年輕人玩 而且部份的遊戲 跟日本玩的差不多 是的 日本有得玩的 這裡都有 包括有跳舞機 打鼓機等等 各樣都有 第十九樣 就是這個NBK Center 裡面有一間超市 沒錯 是這個Top Super Market 於是大家在這個商場裡面 買東西吃東西之外 也可以走超市 而且還有這個 遊客退稅服務 很多朋友都喜歡去泰國的超市 買水果吃 這裡的超市 可以說各樣都有 水果種類也有不少 價錢也算合理 不需要專門去什麼水果市場 你吃得多少 在這裡買 買回去酒店 慢慢吃都可以 買完記得在這裡退稅 特別是說 這裡有嘗試 你吃得多了 二三合室 是商場上有電影院之際 也都是一間跟電影院有關的咖啡店 更加一個很舒服的電影院 你只需要給400p 就可以睡著了 是睡著看電影 這間MBK Center的電影院 都可以說幾乳中不同 乳中不同之處就是 座位有兩個人 一個人亦有 兼且亦都可以調校 像飛機座椅一樣 很舒服 還有座位之上 亦都有USB插頭 方便在這裡充電 你坐著看電影或睡著看電影時 就可以有毛巾 然後亦都有 你坐著或睡著看電影時 亦都有被子被蓋 亦都可以在這裡喝東西吃東西 最重要是什麼 最重要就是價錢便宜 雖然曼谷其他電影院 都有類似的形式 但這裡是超便宜 便宜成400匹 400匹有交易 就可以有一個 那麼舒服的電影院 讓你這樣享受 是不是又便宜又低的好享受呢 真的不說你不知道 曼谷的MBK Center 原來我有這麼多特別的事情 絕對是別樹一格